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情况突然,在台上大哭,嗡嗡,昨天唱到我啊我时,裴真影被召起了永胜又撞到,耳朵被耳机刮伤流血,紧急下台治疗,好在没有伤到耳朵和耳膜,对于不慎伤到队友,永胜又自责地不断边呼边道歉,裴真影已经治疗回舞台后,永胜又立马向前拥抱,也安抚粉丝, 抱歉令大家担心了,透露妈妈也道成支持,希望母亲不要太担心,但提到家人,她还是情绪困低痛哭,汪汪经纪公司事后表示,成员因受精和财苦,裴真影伤势不严重,只是受伤部位需要纵真,虽不会影响之后形成, 但裴真影有一周时间,要改用餐统耳脉,汪汪汪接连三天在手耳开,唱,班舍推特用胜又立马,上前拥抱回到舞台的裴真影,班舍二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